作曲 李宗盛 转番花落起 是你想想的够了 千年的时光笑飘泊 轮回的寂寞为失落 三世三世等待着你 望着期盼着的我 依然为你执着 想高水尝尽我放歌 要与你比一样 像岑云渐渐 细旋了过 从前路莫测 只为你 将此生雕琢 连从此与你不弃不舍 成年的时光笑飘泊 轮回的命运换起我 梦里永远陪伴过 我拥抱过幸福过的我 不会为你执着 想高水尝尽我放歌 要与你比一样 像曾银天坏 我拥抱着我 心里永远陪伴过 细血缭拨 向前路坎坷 请为我 把幸福掉灼 我 心里永远陪伴过 我 心里永远陪伴 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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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女人家的心思 你怎么这么了解啊 我也是个女的 是吗 不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你哪像个女孩啊 我怎么不像女孩了 你再这样我还手了啊 不怕你啊 你真打 不怕你 皇上驾到 全都免礼 是 燕儿 这些日子 朕怠慢你了 你就原谅朕吧 皇上 既然你觉得疏忽了臣妾 那日后可要好好补偿呀 好 好 只要燕儿你不生气 朕做什么都可以 想必这些日子 宫里的事情 你也都知道了 是啊 王安客死一乡 朕心里不好受 皇上 除此之外 臣妾还有一事禀告 没事 有什么想说的你就说吧 臣妾已经查明 臣妾的龙胎 并非意外滑落 什么 而是有人 故意为之 竟有这样的事情 那是何人如此胆大 皇上 请先稍安勿躁 此人 就是臣妾小产之前 一直为臣妾 推拿按摩的老妈妈 什么 她身为一个下人 何出此情 臣妾也有同样的疑虑 她一介草民 怎敢对龙胎下手 想必她身后 一定有人指使吧 这个老妈妈 已经被我关进天牢了 还请皇上 当着大家的面 亲自查问吧 燕儿你放心 朕一定替你做主 来人 赞 把她带上来 朕要亲自审问 是 是 皇上有旨 宣你觐见 大人 奴婢蓬头垢面 一容不整 这样对皇上不敬 能否让我稍稍整理一下 你去取些东西来 让她梳洗梳洗 是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吉尼 期 就是你 推掉了皇后的龙子是吗 正是 你好大的狗胆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说 是谁指使你的 是 是 是 来人 宣太医 是 是 帅肉 是 是 是 幸运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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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皇上 此人已经中毒身亡 怎么会这样呢 退下 是 皇上 向来是怕他自己罪则难逃 服毒自尽了吧 好不容易查出点线索 现在就这么断了 这该如何是好啊 线索还没有断 怎么讲 臣妾日前在天牢里 找到了王安王公公的绝笔血书 这封血书清清楚楚地证明了 谋害龙胎 以及诬陷王公公的主使者 那血书何在 夏琳 去把我书架上的那个南木盒子拿来 是 书架上的石头 去把我书枪拿来 你让我书架上的 还挺 είναι 走吧 咱们 所以说行为你 这怎么回事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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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太大意了 不曾仔细确认一番 是不是下人打扫的时候 不小心弄丢了 再或者 是不是有陌生人来过 问过宫女了 不曾来过外人呀 就这么一点点证据 却不翼而飞了 姐姐 刚才当着皇上的面 你为什么不力争到底呢 皇上要查清楚 不是挺好的吗 缠儿 他们既然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杀人 偷血疏 他们就能制造更多的伪证 来害咱们 如果皇上真的查清楚了 那吃亏的只能是咱们自己呀 哎呀 缠儿 缠儿 这样咱们某好处想 这一次至少咱们认清楚了他们的嘴脸 不会再为他们所害了 姐姐 我是为你感到委屈啊 我知道 但是有你这个好妹妹在我身边 我就不委屈了 那我们就这样放任他们吗 当然不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眼下我们可能暂时斗不过他们 但是我相信老天有眼 我一定能将他们绳枝一发 姐姐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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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自打德妃娘娘进宫 你为我们倒是做了不少的事 可就单凭这个 我们也很难相信你 毕竟这件事情牵连甚广 奴婢此次把血书呈上 相信若是皇后娘娘知道了 定是不会放过奴婢的 至于德妃娘娘 是否是堪当重任之人 相信夫人和总管大人 也不是不清楚 她与皇后串通一气 想必要扶她做皇后之位 并非一事 若楚楚能留在皇上身边 定会为二位安前马后的办事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怎么会做无用功呢 你为我们办事 只是为了留在皇上的身边 就这么简单 奴婢自从十三岁入宫 在宫内无依无靠 受尽各个主子的侮辱打骂 奴婢只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如此看来你不是无所求 而是求得更远了 奴婢只求夫人 在方便的时候提点奴婢一下 奴婢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也好 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 却有如此大的志向 这也难得 只不过我想提醒你 有的时候 为了达到目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旦决定了 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 你自己可要想明白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王上 娘娘 王爷 就此别过吧 夏琳 这 这些盘缠你就收着吧 路途遥远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派了几个侍卫 暗中保护你 你一定会安全到达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王公公讨回公道 娘娘王爷的大恩 小儿莫齿难忘 只求叔父在天有灵 早日将那恶贼绳之以法 娘娘王爷 小的走了 属下告辞 坐好了 走 王爷的一中人 莫非是姐姐 王爷的一中人 莫非是姐姐 那边那边 高点高点 对了 不错 你这小妖 你这小妖 爹 你这小妖 你这小妖 你怎么做 你这小妖 得不错 竟敢维护我人间 让你尝尝我二郎真君 三尖两刃刀的厉害 二郎神殿下 却饶了小仙一命吧 小仙不过是为了还那书生 五百年前的救命之恩 天无害人之意啊 转宝恩 我看你就是狐狸精危害人间 老大兴软 不孝山犬可没弄好骗 咬 皇上 咱们可不是这样商量的呀 狗狗快的错误嘛 是啊 我怎么没出场 没让你上场 下去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 还是笑天犬明白事例 张宝珠 继续咬它 小雕 看不完你咬得现出原形 不不不不 碰上了不人的 干 干啥呀 哎呀 哎呀 这 这谁干的 奶娘 奶娘 疼不疼啊 都怪朕不小心 没看到你进来 没事 只要皇上开心就好 我们在演木偶戏呢 这些木偶 都是皇上做的 是啊 奶娘 都是我做的 顾鲜之子呢 就是燕儿的寿宴了 朕到时候会请好多好多人 过来看演出的 皇上真是有心 皇后娘娘可真是有福气呀 皇上的恩典 燕儿鸣记最新 奶娘 你跟燕儿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你们两个有个话聊 你们就聊一会儿 朕先出去转转 这 娘娘 前几日 我看了奴才们呈上来的菜单 觉得还有些疏漏 于是 便让他们加了几位 补气一血的药膳 也不知道合不合娘娘的胃口 就请娘娘先过个目吧 李妈妈 是 请娘娘过目 我 我 太过了 这 必须 这 没 我 你看 很大的 跟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鼠狼给鸡百年 没人好鸡 姐姐 我们总是被他们欺负 太可气了 我 我 我 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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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娘怎么想起床香囊了 过几日就是皇后娘娘的寿宴了 想来陛下这样大操大办 也是为了安慰安慰皇后娘娘吧 毕竟娘娘才没了小皇子 虽然我没这个福气得到陛下的恩宠 但也知道没了孩子 做娘的该有多痛苦 送这个香囊也算是为娘娘祈福吧 依我看啊 这天下人灵就我们德妃娘娘最心善了 我列给你的单字上还有一位无花 这里怎么没有 回禀娘娘奴婢还特意问了 可内务府的公公说自从先皇走后 宫里多少年都没有见过无花这香料 问他原因他也说不知道 好 奶娘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只是例行的平安脉 皇上不用担心 那奶娘让朕来是有什么事吗 你要给皇后办寿宴 寿礼可准备好了 寿礼 是 皇上 难不成 你要用那场末偶戏来做寿礼 那奶娘说朕应该准备些什么呢 每个女人啊 都希望自己心爱的人 送给她漂亮的珠宝 前段时间 我得了一件宝贝 看看 这是叶明珠 把这珠子像在你做的小玩意儿上送给燕儿 我保证她一定喜欢 一定要在寿宴之前送去 那是为何 皇家的寿宴 只是做给百姓和朝臣们看的 寿宴上的寿礼 也不过是摆摆样子 哪有私下送的小物件来得由衷 说得对啊 奶娘 还是你想的周到 老身只是希望皇上一切都好 奶娘 朕从小就让奶娘操心了 朕以后一定会像尊重自己的母妃一样 敬祝奶娘的 老身不求别的 有皇上这句话 老身就知足了 去吧 嗯 忠贤 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担心 这样会伤害到皇上 你之前不是说过 皇上小时候得病 也没有什么大碍吗 既然没什么大碍 就不要去多想了 小不忍 则乱大摩 这个道理 你该会懂吧 当归四钱 枸杞五钱 还有甘草十钱 不是五钱吗 这怎么回事啊 那有什么奇怪的 或许是皇后娘娘嫌要苦 特意让多放点甘草吧 那多抓一点 这个混蛋 每次要出去材料这么重 还这么远 累死我了 去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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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哎呀 不困宁宫去木工坊 好人计很多啊 娘娘 入秋防风寒跳 奴婢领来了 娘娘和蝉姑娘 赶紧先趁热喝了吧 蝉姑娘 赶紧先趁热把药喝了吧 夏莲 今天的方子你看过了吗 怎么感觉上 要比往日的药填上许多呢 回娘娘 奴婢看了方子 是太医给多放了些甘草 说是娘娘前阵子药喝多了 这会儿再喝 口苦 他们倒是想得周到 我会再喝了 我最怕苦了 这药我能不喝吗 不行 缠儿 这味药是温补防风寒的 每年秋凉的时候 宫里的人都要喝的 快喝吧 缠姑娘要是再不喝 那夏莲可就亲自来喂了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这 这药有点烫 我吹一下 凉一点再喝 我才不喝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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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偷了 别动 反举高点 女土匪也碰到强盗了 这个样子挺少见的呀 巨总 这应该找个画师 把她给画下来 表起来 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 就满心愉悦了 好嘞 笑吧笑吧 你就笑吧 要不是因为怕打扰到皇后娘娘 我绝让不了张柴那个死丫头 真知道 你是不是又吵激怒了 懒鬼 我还不是想早点把材料给你送过来 要不是看着你 着急给娘娘做受礼的份上 我才能跑那么远 我还不是想早点把材料给你送过来 要不是看着你 我还能给你 对我找到那么长时间 你还能保缓 我还能保持一条 你们先与人 身边有个女性 我还能保持五十年 也得潮净 你能保持五十年 你们先来 尽量得六十年 你需要担心 我明明记得前两日还有小半盒 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呢 一会儿还得赶着去太医院 这 这盒怎么来得及呢 夏莲姐姐 香料用完了吧 是啊 姐姐要是脱不开身 春桃帮你去拿吧 那就太谢谢你了 不谢 姐姐 你 夏莲 蝉姑娘 该服药了 好 sins'm 干夏莲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 由于是蚊子 落在你脸上 我打蚊子呢 打蚊子 打蚊子 你看 飞着呢 我去打蚊子啊 这么冷的天 哪来的蚊子呀 就算有蚊子 也是你张宝珠故意养来咬阵的吧 我 我 我 没有 皇上 这么晚了初初想 啊 啊 皇上 初初给皇上拿了点心来 啊 点心啊 放上了 哎 对了 宝珠 你不是还没吃饭吗 快点吃吧 我 我 我 你 我 值得 晕镛 炖 你 就 咱们 pud 了 いや 终于好了 等等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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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单吧 皇后娘娘一定会喜欢她的 那是 朕的手呀 可是鬼斧神功啊 朕走啊 你把这儿好好收拾收拾 句子早了 走 走 这么好看的小鸟 也许 只有皇后娘娘才配得上的 你在想什么呀 大伙 又带着 夫人 皇上 去皇后娘娘哪儿了 我知道了 半个时辰后 到昆宁宫 是 夫人 皇上 你吓到我了 吓到你的 还在后面 你看 怎么样 漂亮吗 喜欢吗 这可是花了一个晚上才掉碗的 还好吧 燕儿 其实我 是用你玩的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真好看啊 燕儿 朕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笑得这么开心了 看来奶娘说得对 朕还是个孩子 不大懂事 一点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哄自己的皇后开心 这回 如果不是奶娘的提醒 朕都不知道 应该做这个东西送给你 皇上 你刚才说是谁的提醒 奶娘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